今天我们借着讲汽车理论 为了讲这个第五章 我们先把过去讲过的稍微回忆一下 过去我们主要是讲了动力性和自动性 这两章 回忆一下这两章 我们解决了什么问题 研究了哪些事情 把这个事情回顾一下 看看金烈同学咱们 你说什么 我们动力性和自动性 研究了哪些问题 解决了哪些问题 你就按你说的解决了什么问题 你认为解决了什么 研究了什么 研究了什么 研究了哪些问题 研究了哪些问题 解决了哪些问题 最关键的地方是哪 谁帮帮他忙 哪位同学帮他忙 哪位同学能帮忙 哪位同学能帮忙 你帮忙行吗 请坐 研究了解决了哪些问题 那么 我们说 动力和阻力 解决在车上前后制动在怎样的情况下能够制动效果达到最好 怎么样能够制动效果达到最好 就是自动性也有它的指标 也有它的指标 然后它怎么达到效果最好 谁还有什么补充吗 就是说刚才说的这个 那我们能不能这么来说 提高动力性 提高自动性 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要解决什么呢 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角度 刚才它说的都挺好 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 我们说动力性自动性研究的是什么呢 X方向如果按照作品来讲 研究正向或者我们叫正向动力学问题 我们解决了X 圆X轴这个方向的运动这个车辆怎么运动 我们分析了它 然后要分析这个运动 而且不光是运动问题 还有动力学的问题 那我们就要怎么样 讨论了轮胎的滚动阻力 驱动力还有什么 自动力 对不对 那我现在要问 今天刚才 现在不紧张了吧 那你说说这个驱动力自动力 我们要提高汽车动力性自动性的性能 核心的关键问题要提高什么 提高辅助力 提高辅助力解决什么问题 提高辅助力能解决那个自动效果 自动效果 提高辅助力是解决什么问题 提高加速度 提高加速度 那是什么性呢 动力性的问题 提高它的加速度 提高它的爬坡度 是吧 这都是可以 这个说得很对 辅助力要提高 还有什么呢 自动性要提高怎么办 自动性 要提高制动器的自动稳定性 自动稳定性 对的 还有呢 还有提高前后 自动效果分配的分配 分配 他现在谈到前后自动力分配 那自动力分配核心的是要提高什么 忘了 谁谁谁谁帮的 他刚才做得很对啊 你想想辅助力是什么 那自动有没有跟他类似的问题啊 女同学帮帮忙 请坐 敬礼 是不是提高辅助力利用系数 那叫什么 利用辅助系数 利用辅助系数 利用辅助系数和谁的关系啊 那是一个什么关系啊 请坐 我们说 他知道那意思 没把那个词说出来 就是什么 要提高自动的效率 是吧 把路面的辅助力全部转化为什么 自动力 而且是车能不保守 那我们说这个是什么啊 提高的关键是要提高辅助力和自动效率 那我们说在研究自动性动力性 要研究这些问题 那核心的我们是研究了什么呢 那主要我们是研究了轮胎印记症的什么力呢 那滚动阻力研究的是什么 滚动阻力我们说是滚动阻力剧 所以研究的是垂直反力和卸向力 是吧 而且主要是正向力 研究的是这个 那我们还记得这个滚动阻力怎么分析的来着 这个图还记得吗 那也就是说这垂直反力偏移了真心 原因是什么 轮胎和地面接下来这个垂直反力的分布是这个线 是不是这意思啊 它是不对称的 是不是呀 在滚动的过程中是不对称的 我们研究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探讨了滚动阻力 我们说自动的时候我们也研究了 这不是自动的过程啊 这是不是轮胎在地面的拖痕啊 那么研究加上以后 这个自动横光的这个力有多大 而且给出了一个什么 是不是给出了这个关系啊 这个曲线 横坐标是什么 滑动率 正坐标是什么 自动力系数 那这些都是研究在哪里的力啊 轮胎印记里头的力 我们说 轮胎印记 也就是说一个车在马路上走的时候 谁给它力啊 地面给轮胎 地面给轮胎力通过怎么起作用啊 是不是听过轮胎跟地面那个印记起作用 那印记是哪块啊 印记是哪块 是不是这 印记是这块 这个印记 大家想一想 这个印记是很大一块面积 这个印记 你们分析分析 这个印记应该有几个力啊 是基增力还是分布力啊 咱们理论理学学过 这是基增力还是分布力啊 分布力 这个写在这儿嘛 这不都看到这个是分布力了 是吧 这个是分布力 这是个分布力 这是几个方向有力啊 三个方向 你说是什么 三个方向 三个方向 哪三个方向 垂直的 垂直的 側向的 側向的 正向的 对 XYZ 三个方向都有力 既然三个方向都有力 那同时就会有什么 力矩 对了 几个力矩啊 几个力矩啊 三个力矩 那我们说 全面地讲是 这个轮胎印记里应该有什么 六个 叫六分力 六分力 这轮胎印记这个 一个面积里头均步 那我们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我们讨论了动力性自动性 那现在我们研究了X方向 那汽车不能光圆 X方向跑 它必须还要什么 拐弯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来研究一下拐弯的问题 就切射到第五章 第五章 汽车的操政稳定性 从这一章开始 我们汽车理论开始进入到 稍需蓝的一点的内容 稍需蓝一点 第五章要用到什么呢 你们正在学习的什么 控制工程基础的知识 第六章要用到随机震动 那个早就在寒假的时候 就给大家发了一条消息 让大家学习 不知道大家学了没有 再一次提醒大家 第六章 你们一定要学随机震动的知识 自己去学 很多同学呢 没学那个极限震动的课 那你就会很困了 你一定要自己讲 那么操政稳定性 讲什么 什么叫操政稳定性 说汽车在驾驶员不过分紧张疲劳的情况下 这个汽车能遵循你的意志 就是说可以按照你所要的方向来行驶 遇到一个障碍呢 它能很快地恢复 那为了说明这一点 这汽车刚才说了 我们上次已经统计过 这个咱们有本的人很少 但是我想问一下 咱们在座的骑自行车的同学举手 骑自行车 都骑 那就有体会 那我现在不问汽车 我就反过来问一个问题 自行车好骑吗 好骑 好骑在哪里 谁能说说你体会 你是不是骑过各种不同的自行车啊 同学之间的自行车是不是有时候借着骑一骑啊 我的车没骑了 借你那个骑一下 谁能说说好骑的自行车什么感觉 不好骑的什么感觉 或者倒过来都可以 谁能说说 有没有看法了 骑自行车 谁能说说骑自行车 有没有感受 谁有看法 咱们主动点 老要我都不愿意点名啊 我们问这位同学 你是什么自行车 你骑的什么自行车 就普通自行车 普通自行车 普通自行车有牌子没有 我都忘了 杂牌子 杂牌子 杂牌自行车 我问你你的自行车变速不变速 不变速 不变速 那你那个车是用的什么轮胎 没有研究过 大家注意一下 他说我没研究过 什么轮胎不知道 那你说你的车好骑不好骑吧 好骑 好骑 给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好骑啊 反正是下坡的时候 反正滑行还是挺远的 滑行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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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一日之后 他蹬起来怎么样 很轻声 这是一个 拐弯那些也很超耳 注意听他说 拐弯怎么说 你听他说 拐弯怎么呢 拐弯比较灵活 拐弯比较灵活 还有呢 我一确定就是刹车不太灵 我一确定刹车不太灵 刹车不太灵 但是拐弯也比较灵活 基本情况就这样 基本情况就这样 你们还有谁的车比他还更好骑的 有吗 有没有不好骑的感觉 谁来说说 不好骑 谁体会过自行的不好骑 我哪一次骑了一个什么自行车 很不好骑 有吗 那位同学 我自行车是原来我觉得很好 后来有几个人试过我的车以后 他们认为是不好骑 我现在那个车的前叉是歪的 前叉是歪的 前叉是歪了 什么不好骑 基本上是这个形象 哦 车的鞋子了 所以你得自己身体歪过来骑 这就体会 骑着车还要憋着身体 你这么骑 那当时很难受 腰就疼了 是吧 嗯 好 那这个就说明什么呢 那你们说这个自行车 听话还是不听话 这位同学说 他的自行车拐弯很灵活 那位同学说 我的自行车要靠身体憋着 那这个 那我们说汽车跟自行车一个道理 那我们要强调的是 就是说驾驶员不感到紧张疲劳的情况下 我要这个车怎么走就怎么走 简单的说汽车应该怎么样 听话 听话 很听你的话 你说我往左拐 他往右跑行吗 那应该是我往左拐 不光是听话往左拐 而且是什么 我要他拐多少 他就拐多少 我要他乘马路针尖走 他就乘马路针尖走 我要他靠右脸走 他就靠右脸走 那如果说我让他往针尖走 他靠右脸走行吗 我让他靠右脸走 他要多靠一点左 那就没法走了 是吧 曹泽先生就不好 好 那这个呢 这是一个定义 这个文字的怎么理解 我们下面来说 那我们来看看 怎么来说讨论 曹泽文献到底研究什么 就是研究它的运动特性 我们学过控制工程基础 现在我们是要研究它的频域响应特性 词域响应特性 讲到了没有 控制工程基础 现在讲到 讲过了 现在搬过来用一用 研究一定输入 转向盘的输入一下 这个汽车的这个响应 老好遇到一个干脑 这汽车有什么响应 大家会说我这说的太空 我们说点 到底操作稳定是什么 这是个难点 看我这三层不烂之舌 能不能把这个概念给大家讲清楚 我是司机 老司机了 说说听听这老司机的语言 我有四十多年的家龄 就是说我的家龄比你们年龄还大一点 那就是说根据我的体会 司机怎么说话呢 说车好开不好开 第一个字 是这个车 飘 这个车没法开 飘极了 老老说这个车没法开 我开到一巴士它就飘了 还叫什么车啊 这是司机的语言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以前我们开那个北京212 这个车现在更新换代了啊 这个车 这是我们实验室当时很重要的一个车 我开着这个车 带着学生上矿山去实习 就开这个车 这个车多少公里就飘呢 八十公里 卷飘 八十公里卷飘 要赶上下雨天呢 根本不敢开 四十公里就开始滑 侧滑 什么个状态呢 我举个例子 有一次赶上要滑了 那我就两眼目视情黄 伤手紧物方向盘 全身紧张 做好了随时的准备 该怎么对付这个车 就像刚才那位同学 他那个车巴士斜了 他的时刻靠身体拧着这么来看 那个就是 就是说找不到白了 那同时呢我也开了一个对比 有一次呢我正好两个这么对比 先开一个宝马760 高宝马760 开的也不快 大概一百二三 老好就开着就是走 是什么感觉呢 是这么一个感觉 两手搭在方向盘上 很亲生自如的默示前方 左边看看右边看看 老好一百多公里 觉得车怎么那么慢呢 你看这地上 你看这车在地上慢慢地走着 一点都不觉得快 只有当你看看旁边的树呢 觉得这树很快就过去了 你要往前看呢 觉得一点都不快 一点都不着急 很亲生自如 是吧 可是你要开一个 刚才说了 什么BJ212 还有那个天津620A 开的 那你就是紧张 紧张 在高速公路上开着 你就时刻提醒 这个车会不会跑到马路边上去 会不会撞上那个隔离带 这么紧张 当你速度 所以你自然怎么样 开到底速度 就这样了 还有一个 现在那种 现在有的车大概七八十公里 它不飘 大概到一百二 你就紧张 自然你就不敢上速度 你就把速度降下来 那飘到底是什么呢 飘 说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你们骑自行车带过人吗 带过 谁带的人体重最大 谁带过 体重最大的人谁带过 有人带过吗 那我问你们 自行车带人不带人 骑起来感觉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你说说 如果带人以后 转弯比较困难 要手很容易 保住它 手要一直拐弯 手要拐弯 感觉操作困难 还有什么感觉 然后你觉得 重心往后移 正心往后移 怎么了 正心往后移 正心往后移 前轮就 要用手压着 哦 觉得前轮不着地了 是不是 前轮不是他的 那我们说发飘 其他一个感觉是什么 这汽车 比如说我开760 我觉得车就趴在地上走 就抠着地这么走 时刻都不离开地 你要开这个212A呢 80公里 就觉得这个车怎么样 怎么离开了 怎么往上跑了 可就是一会左一会右 好像就是 他怎么不待在地上 有这种感觉 这是第一个字 飘 操作稳定性问题 飘 贼 小偷 我们说小偷要偷东西是什么 贼 贼什么呀 贼没水远 是吧 那就是东瞧瞧西丑丑 是吧 还有呢 说小偷我们还可以说到什么 贼头贼老 对了 贼头贼老 你说那车贼头贼老是什么意思 东扎一下 西扎一下 刚才我们说不是要听话吗 那我高速工作上 比如说一个弯 要拐过去 那我一顺才不是过去了 我要 比如说弯是这么拐 那我这么打一点 然后接着又来一个弯 我再来一点 如果这个车贼的话 会怎么样 如果连续的一拐弯 我往左拐 马上觉得打多了 那赶紧又打过来 那车怎么样 一会左 一会右 每次都是自己感觉到什么 要不是打多了 要么就打少了 你说什么感觉 那是不是如果骑自行车 你就觉得是什么 假如说高速下坡滑起来 后面还带一个人 你把那个轮头 是不是这个感觉 你们把那个轮头 是很顺吗 你就会觉得 我会不会撞人呢 如果前面再来一个人 你就马上双神了 是不是这样 这个汽车开起来也是贼头贼老的 左一下右一下 这是第二个字 这是第二个字 贼 第三个字 晃 晃 晃有没有感觉 对啊 那个双神的那个大公公你们做过吗 他开得很稳 如果赶上那个拐得很急的话 是不是就 特别是那个空气悬架的车大家做过吗 空气悬架的大轿车 在急拐弯的时候 他就有晃的感觉 晃的感觉 有晃的感觉 晃的时候 一般的晃一晃 你也不紧张 大家想一想 如果是那么高的一个大公公 你坐在二层 然后司机来一个机拐弯 双一下拐弯 再来一下 你马上会怎么样 你就会叫起来 担心怎么样 欢了 担心这车翻了 放 这车晃起来 主要是害怕它翻了 翻了 这个就是说 骑自行车感觉到换 还不那么明显 但是如果说什么时候换呢 我不知道你们骑自行车 有没有拉过货 后面后一架里上 你们谁有二霸的自行车 家政的二霸 骑过没有 家政的二霸 那个老人民怎么样 家政的二霸 后面落那么高一个东西 大东西捆上 骑上 那个东西在上头 如果弄得不好 它就晃了晃去 那个有感觉 第四 反应磁凳 反应磁凳 这车开起来怎么感觉的 跟不上趟 说听话倒是听话 就是慢了一点 慢了一点 说这车往左 它确实往左 但是我打完了以后 它半天才过来 往左拐 嗯 怎么还没过来 再打一点 我要往右 我都打完了 怎么还没过来 再打一点 现在这车车比较少 六二零就是过去天津客车厂做的那个料莲车就是这个 最严重的是什么 失去控制 失去控制 失去控制是什么呢 嗯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在汽车楼 其实下过咱们那个到那个 那条干线上那个坡 下过没有 我们以前有同学下来 不是一下来就又管 外边又回宿舍 如果下来 咣一撑下来马上又管 正好赶上来人怎么样 有时候就觉得控制不住 我们有同学在那摔了 那就是属于控制不住了 控制不了了 那我们说这个汽车失去控制什么情况 最经典的 我后面会讲 就是东风140的卡车在云桂圈的山区 上次我给大家放录一下 还记得那个香格里拉那个山 还记得吧 就在那种山上 失去控制 失去控制那车跑哪去了 掉山沟里去了 失去控制 就在那种山上 下山 他失去控制 那你司机想好这话 想把车往山上撞 都没撞上 那一把没打过来就掉下去了 那个很危险 失去控制 这么说大家理解吧 这是老司机的语言 我算一个司机 但是不算经验很丰富的司机 就年头多 这能理解吗 接后你们自行车 能理解吗 有点感受没有 有点感受 接后自行车来体会 这是师机的语言 叫操作稳定性 学者 你们都是学者 大学生 学者在看上 学者是什么操作稳定性 怎么来看 汽车是一个系统吧 汽车作为一个系统 作为一个系统 我们请一个同学来说说 一个系统要研究它性能 这个控制工程基础 怎么跟你说的 嗯 要研究它的食欲小硬 贫困小硬 食欲小硬贫困小硬 那就有一个什么 它为什么会有响应啊 有个输入 对吧 在某一个输入下 它的响应怎么样 是这意思吗 对的 请坐 那我们说有一个输入 汽车的输入是什么 打方向盘 是不是这样 打方向盘 这个输入 在这个打方向盘的情况下 它的响应是什么 横摆角速度怎么样 那么说 学者的观点 你说我研究超多别的 就是什么 就是研究这个系统 在输入数据情况下 那我们说 控制工程基础 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办法 来判断稳定性啊 是不是学过啊 嗯 那么我们就是用这套办法 那也就是说 控制工程基础 所有的应于系统的东西 那我们控制工程基础 现在说的是什么系统啊 你们现在学的是 线性什么实不变系统 是不是意思啊 那我们现在就把气质这个模型 变成一个什么 线性的系统来研究 那么作为系统的特性 用的什么函数来表征呢 学过什么函数啊 你们说表征系统的特性 什么函数啊 传递函数 还有呢 还有什么说法 频率响应函数 是不是这样 这要复习了啊 那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 我们可以用传递函数来表述 这是学者的观点 来研究 那究竟研究是什么东西 改了一个大表 是不是很复杂啊 改了这么一个大表 一向一向看挺麻烦啊 第一个 方向盘 接约输入下的响应 接约 把这方向盘 奔打方向 这车会怎么样 为什么提接约啊 那我们说 讲控制工程基础 讲系统的输入 一般都用什么函数啊 是不是用接约函数啊 有接约函数 有接约函数 还有什么函数啊 斜迫函数 斜迫函数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函数 还有什么函数 研究这个系统的特性 我们一般都是给它一个接约函数 还有什么函数 也可以是斜迫函数 还有研究什么 横白角速的频率响应特性 频率响应 然后研究回正性能 就是研究这个回正性能 研究它的管弯半径 转向的轻变性 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的 这么多 一时半会也接受不了 我们下面呢 正题给大家看两个数 一个是管弯半径 这该你好理解 第二个呢 看一个典型 我们说研究这个车好不好 怎么办呢 拿出来溜溜 找几个典型工况 是吧 开一开 那人家说宝马好 那我们就拿去走走山路 看你好开不好开 对吧 刚才我说的是 当时开了宝马 开完宝马我开什么呢 开桑塔拉 桑塔拉一开呢 马上就觉得车不能开了 就是两个相对比 那我们就看看是怎么回事 先看这拐弯 拐弯是什么的 拐弯直径来表示 一些常定车 是这样 那我们说拐弯半径 为什么这是一个 操作稳定性的衡量指标 你们谁能说说看法 大了小了会有什么影响 大了小了会有什么影响 你能不能说说 拐弯半径为什么这个是个指标 没关系 他说没关系 拐弯半径大就大呗 没关系 你们同意吗 不同意 为什么 如果太大的话 有去玩管过去 对了 那个路都过不去 那胡同进得去吗 我们开一个车想进胡同里头溜溜 行吗 这里都给大家说一下 刚解放的时候 罗越青同志想 当时要坐吉普车 那过去我们都记忆中于什么 要打相战 是吧 你要打相战 打相战的话 那希望有什么呀 吉普车要能钻进去 钻胡同 那吉普车要求什么呀 小巧钻人 对不对 那就要求什么呀 管半径想 所以管半径大了 很多公路 很多地方你都拐不过来 那就谈不上操作稳定性 我都走不了了 是不是 走不了 一个数我们主要是看看它的意思 那我们再来看看刚才说的这个蛇形 点心工况都有哪些 现在一般点心的工况 一个是做蛇形 双移线 还有双移线的回避障碍的性能 这都是做一个具体的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评价指标 用的是什么 用转向板转角 转向力 侧向加速度 这些来衡量 我们下面来看一个具体的蛇形 是怎么做的 国家有个标准 这个蛇形国家定的一个标准 这蛇形是这样 摆上张筒 这每一个点代表一个张筒刻呢 那蛇形就是什么意思 从这进去这么拐 走一遍 那你们说过蛇形怎么能看出车的好坏呢 过蛇形 那我现在假定我这个蛇形 这个上个例子上走 那我怎么过呢 我开到八十公里 我就这样 就过去了 对吧 那我开不同的车过去 什么叫好 什么叫坏 怎么能感觉出来操作性好坏呢 谁能说说 你说 你说 你觉得不好的车应该是要往 什么 想过一个庄要过着 离个庄很远吧 离个庄很远 大家看这有没有数啊 这距离多少 三十米 这次距离是固定的 回答很正确 说如果我这个一打方向 要不打方向很大 拐到很远 这么过去 然后这么过来 大家看这个车这么走 那这个蛇形 他刚才说 另外一车是什么呀 过去了 是不是这样 我们看录像 然后这么疲惫 轻轻地启动 然后这么疲惫 疲惫驾驶 或可能可以打扮 也可以进行加速 商车和车 来简单 动力 操作性 和安全性 刚才开车的就是我们 实验室的林建老师 请大家注意看 我要同时放三个录像 这就是林建 最有丰富的世界纪念 请大家注意看 第一看这个车怎么变化的 再一个特别请大家注意看什么 轮胎以后变化 轮胎是怎么个动作 然后它操作是怎么操作 那车的形态是怎么样 我们这里要放好几个车 然后一会儿大家讨论 哪儿去了 十高多和自由驾驶 围战车先由中国汽车放放 试车轮驾驶 平衡行动 然后轮胎以后 在路线上复权上 固然不见到顿住的领导 轮胎的领导 让我们重温训练 让我们重温训练 轮胎的车轮在路红外期 心里 这一轮胎的感觉 能力越好 身体汽车的路红反越前 高部行驶 直到安全性质 已运到 现在 我们再次 在路红外期 在路红外期 这一轮胎的路红外期 在路红外期 在路红外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于普通版GTV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个跑车 大家的感受是什么 谁能说一说区别 还有刚才这位同学说的过蛇行 哪个车引以过 过的速度高又过的稳 谁说说 没区别 这几个车过蛇行都是 都过去了 还是说有区别 有区别吗 不说话 我得点名 你说说 有没有区别 我觉得酸唐纳在蛇行的时候 它的侧倾非常的明显 侧倾非常明显 我觉得整个这边的轮胎 整个轮胎都压下去了 整个轮胎都快着地了 是吧 速度肯定上不去 速度肯定上不去 速度很低了 如果速度再大一点会怎么样 可能就没有办法拐过去 就滑出去了 就拐不过来了 刚才看赛车显然这方面性能非常好 它的几乎看不到很明显的侧倾 速度倒数也很高 它是怎么个过蛇行 它是怎么个状态 你个比较一下 就是几乎没有 它那个车怎么过蛇行 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快 是这样的 柔软的 是这样的吗 你们谁个比较一下 这车刚才过蛇行怎么过的 你说怎么过的 刚刚赛车是 它的底盘就没有什么变形 它左右都没有什么明显的侧倾 就很平稳的 就这样 诶 大家看它的手势 这样就过去了 就过去了 那个桑塔拉怎么过 桑塔拉 摇了摇去的 是不是 而且它左右摆了 像刚才两家 都已经摆了快45度了 哦 那车都快45度了 如果再打多一点 它就怎么样 最严重的时候会怎么样 你们知道吗 最严重的时候 就过蛇行过不去了 会怎么样 转180度 回来了 这车一打方向 你为了想过去 不使劲打吗 打就这样了 本来我是往前开 是吧 我这一打方向 变成这样了 咱们往黑板了 是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蛇行 那请大家注意呢 就是说请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 大家看这个车身倾斜 是不是很厉害 这车身倾斜 车身倾斜 那我们把这局部放大 它是这样 这轮胎 轮胎 轮胎 轮胎是怎么样 底下变形它会怎么样 这个地方太挨地了 然后轮胎整个怎么样 歪了 是不是这样 车身一号死的轮胎歪了 轮胎为什么会歪啊 轮胎为什么会这样啊 因为轮胎是怎么做的 整个橡胶里头包着空气 是不是这样 撑起轮胎 所以它具有弹性 它就要变形 主要是这个 那所以我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个车 大家可以看看不同的车 裙斜的不一样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 蛇行的实验呢 是2003年度的年度车型评比 请的这些都是专家 刚才说的林杰老师也是 他们当场在哪什么 开完去以后怎么样 大家看了是不是都拉个架子啊 拉个架子干嘛 打分 打分 所以这也是一个评价 主观的一个评价 就是做这个 要做评价 就是拿蛇行这个驾驶任务 来评价汽车的好坏 大家看这个 你看 这是现代的车 都变成这样了 那么穿过去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不光是靠感觉 测量 测量这些参数 我们一会再说 好 休息一会儿 我要拍照 好 对 好 感谢观看